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妈妈彭思英好像没准备好有点眯眼睛 但完全不影响当时喜悦和如释重负的心情 另外在车后备箱里除了孙卓的生活用品 还有一大包洋古人送的馒头 大家都知道山东人爱吃面食 彭思英说他回去之后要开始练习做山东大饼和山东菜了 真是满满的母爱 什么都为孩子想到了 离别前呢 孙海洋的一番话也让我们非常感动 说得太好了啊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在这里我们真的也非常希望 未来的2022年有更多的家庭能找到失散的孩子 愿这一年有更多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 大家都来说一说有关回家的故事 互动方式就在屏幕下方 我在直播间等您来分享 好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 首先来关注全国疫情的最新情况 12月23号0点到24点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新增确诊病例87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2例 含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本土病例55例 陕西52例 其中西安市49例 延安市2例 咸阳市1例 浙江1例 在绍兴市 广东1例 在东莞市 广西1例 在房城港市 我们先来关注陕西西安的疫情情况 昨天是西安全市社区村单位 实行封闭式管理的第一天 那西安全市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现在一块去看看 今天是西安实施封闭管理的第一天 整个城市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往日西西攘攘这个马路上 现在只能偶尔看到一辆车通过 而且这个车不是物资保障车 可能就是救护车 而且在小区当中变化也是很大 因为现在这个封闭的小区 有分封控区和管控区 封控区要求居民是在家隔离 是足不出户的 而管控区居民可以出家门 但是不能出小区 我所住的这个小区 就属于管控区的范围之内 可是在小区里面 很少也能 很少能看到人员活动的这样的场景了 在管控区的居民需要外出怎么办呢 现在政策就有相关的一个规定 就是你可以拿到所在单位开具的介绍信 或者是罕见 说明你外出的一个理由 到物业办去 可以给你开一个进出的一个证明 有了这个进出证就可以进出了 但是一天也有一个附加的条件 就是一天只能有一次进出小区 这通过航拍的镜头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西安市内街道上基本上是无人的状态 整个城市被按下了暂停键 仿佛看到了2020年初的武汉 我们的规模并不算太大 但是为什么如此迅速的 对全市小区进行风控管理呢 对此呢专家解释 说这是因为啊 除了新增病例数量之外呢 这疫情源头是否明确 感染病例是不是在同一传播链上 并对其尽快阻断才是最关键的 那西安本轮疫情面临的形势 更加严峻和复杂 新轮的全员核酸结果显示 不少阳性病例出现在了风控区之外 而且呢分布广泛 全市一共13个辖区 目前已经有11个辖区发现了确诊病例 不怕局部聚集就怕分散 不仅如此呢 目前西安病例呢 还出现了外溢风险 广东东馆 陕西咸阳 和延安 河南州口 山西运城 北京等地 均出现了西安的关联病例 专家表示 当已经出现了多源头不明的 点状社区传播的时候 就要当机立断 想办法先让城市安静下来 让紧张的形势先稳定下来 尤其是在现在两节临近 还要考虑输出的风险 西安本轮疫情的源头 要追溯到12月4日 巴基斯坦入境的一趟航班 截至目前 本轮疫情已经形成了 隐匿的社区传播 并且传播已经是比较广泛 专家研判 西安已经进入了病例的高发期 那么在风控状态下 大家的活动受限 第一个要问的 就是西安的物资供应情况怎么样 这个大家伙别着急 记者了解到 说西安市 现在每天蔬菜的供应量 可以达到1.3万吨以上 水果每日供应量 可以达到1万吨左右 再加上已经储备好的 2万多吨蔬菜 完全可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今天很多的商场超市等 经营场所也都是正常营业 而且货架上的货类 也是比较齐全的 价格和平时也差不多 供应充足 价格平稳 是居民生活的保障 针对重点经营场所 西安市也在持续开展 巡查检查 严厉查处 囤积居期 哄台价格 还有串通涨价 以次充好 兜售假冒伪劣商品等 违法经营行为 来保障物资价格稳定 和质量安全 全程封控 全民抗议 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 这疫情当前 还给防疫工作添乱的 必须是严肃处理 12月23日 西安市公安局就通报了 六起设议违法犯罪案件 在这六起案件当中 基本都是因为 违反防疫规定 有因为这个袭警的 有毁坏公共财务的 还有翻阅封控委党的 有扰量公共秩序的 生活突然按下了暂停键 大家的不适应 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是维护疫情防控工作秩序 是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 更是人人有责 这疫情当前 整个城市需要处理的急事 那是千头万绪 工作人员 已经是非常的辛苦了 咱们克制安静 就是对疫情最好的贡献 没错 下面我们再来把视线 转向国外 来关注新冠变异 毒株奥密克戎的最新情况 欧洲方面 当地时间是2月23号 意大利高等卫生研究院 发布报告称 当前意大利境内 奥密克戎毒株传播率 已经上升到了 28.2% 增长迅速 截至22日 德国累计报告 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3198例 德国疾控机构表示 德国受奥密克戎毒株影响最大的年龄段 是15岁至34岁年龄组 其次是35岁至59岁年龄组 同时呢 该研究所也报告了 德国第一例因奥密克戎毒株死亡的病例 该研究所专家表示 奥密克戎毒株对于疫苗接种防护的突破率比较高 只有接种疫苗加强针 才可以提供额外的防护 当地时间12月22日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疫情建模小组 发布调查报告 相比感染德尔塔毒株的新冠肺炎患者 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患者的重症入院风险 要低40% 但是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高度传播性 那如果感染者已近几周的速度增长的话 预计到2022年1月 英格兰地区每天会有3000人因重症住院 这种情况在美国也是如此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日表示 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 已占美国上周新增确诊病例的大约73% 按这一感染率估算 美国过去一周超过65万人感染奥密克戎毒株 美国还报告了首例关联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死亡病例 这名男子50多岁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印度方面 当地时间12月23号 印度新增85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截至当天23时 该国已近三分之二的地区已经出身 出现了感染该毒株的病例 针对当前全球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传播情况 钟南山院士也做出了最新的判断 美国在新增的病例中奥密克戎传了72% 但是不能广看 要是大量传染 连累了很多人 所以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流行病学监测 各方面需要做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还需要进行流行病学监测 对内德尔塔掀起了一次次的波澜 对外还要严防奥密克戎 当前的疫情防控 那真是大意不得 是啊 好了说的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考研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将于12月25号到27号举行 全国报考人数为457万 这两天关于考研的新闻 也是特别的引人关注 尤其是陕西以及报考陕西院校的考生 西安按下暂停键之后 需要处理的工作是千头万续的 只有48小时的时间 要调整十几万考生的一系列的事情 考研生们是否能够如期进入考场呢 那今年在西安参加考试的考生 大约是有13.5万人 当考生们胶着能否考试 如何去考场的时候 各种针对他们的政策 也在快速的不断的调整和完善 昨天晚上陕西下发的通知 说考生本人可以凭借身份证 准考证出入小区 当天持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 便会正常放行 西安市内各封控区考生原则上 由西安市负责安排车辆 点对点接送考生 在原报考点隔离考场参加考试 那根据了解呢 很多考生这两天都收到了 陕西省招生办 以及考点院校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的 多条短信提示和电话 那这些短信和电话呢 都带提示考生们去填写考生的 个人信息 进行精准的摸牌 包括个人所在区域 以及如何抵达考场的 另外呢 根据公告 教育部门呢 针对受疫情影响的考生分类 做出七项安排 对涉及考生较多的 长安大学考点 做出两项安排 比如因疫情无法抵达 西安考点考试的外省考生 明确由报考院校 协调兄弟省市 有关院校代考 代设考点组织考试 那比如说因为疫情 没有办法出省 而滞留在西安的考生呢 安排在西安交通大学 城市学院考点借考 再比如因疫情无法抵达 西安以及省内八个城市 考点考场的考生 安排在西安外事学院 考点借考 可以说啊 为了考研的鄙视呢 我们的相关部门 也是一直在努力 全国媒体相关部门 也在密切关注 人民网评论呢 就指出说 临时发通知这一行为 说明设施部门过于仓促 缺乏应急方案 亦或应对方案不够周全 考研是考验 考验考生的应对能力 也考验相关部门的治理能力 尽力做好保障工作 这也是相关部门的责任 这考验在即 考生们在努力 每到这个时候呢 不法分子啊 也是没闲着 在去年12月的研究生考试当中呢 山东济南的一起考研作弊案 就引起了关注 当时呢 在济南的多个考场当中 有考生使用相同的作弊手段 藏着玄机的橡皮 它的隐蔽性很高 类似于橡皮 另一面有LED显示 显示器 方便考生可以阅览 接收到的考题的案内容 还有几个非常小的按钮 如果按了相同的按钮的话 可以上下翻页 考试结束之后呢 民警把几个考场设施的 作弊考生带回到了派出所 警方调查后发现 这些作弊的考生呢 来自全国各地 分布在17个省份 但是都曾在同一家驴肉馆饭店 接受过统一的作弊培训 这些考生们呢 告诉办案民警 说他们呢 是在考试前一天 才被通知要考前培训 这也是他们参加的 唯一的一次培训 那当然呢 这个培训老师也没有讲授 与考题相关的内容 而是发给来参加培训的 40多名考生 一人一个作弊器 那更多的办案细节 咱们在这就不细说了 我们呢 只是想借此提醒 心存侥幸的考生 考试作弊的学生 作弊科目成绩呢 为零 同时还会被记入 考生诚信档案 上报教育部备案 并通报所在学校 暂停参加各种 国家教育考试 得不偿失 咱们不如不考 是啊 我们踏踏实实学习 认认真真考试 最后呢 我们要祝广大考生 考的全会 答的全队 一言为定 一战上岸 好了 互动新主播 热榜我来说 说眼下大学 也陆续进入放假季了 记得当年 我放假的时候 大包小果的 没少忘加班 但是跟下面 这位同学比起来 我呢真就是小屋见大屋 说在12月21号 在云南猛自一所大学的女生宿舍 这名女同学正在练习如何把一大堆超过她行力的体重的行力成功搬下楼 这有点搞笑的一幕啊 都被她同寝的室友给拍下来了 这女孩子别看瘦瘦小小 真是有把好力气啊 堪称是能文能武 当然了 这所有的努力都为了一个目标 那就是回家 这首歌唱的好吗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我对回家的向往 记不住词了 但我得提醒您别忘了 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说说回家的故事 好 双天校我们说啊 这个冬至之后呢 不少地方是气温刷一下就冷了 可不 对 寒冷冬夜里呢 一名迷路的小女孩 在公交车外趴着写作业 这多冷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不久前呢 发生在江苏苏州的事 一趟公交车抵达中点之后呢 有个小姑娘 时时没有下车 公交车司机赵鹏提醒道 说下车了小妹妹 东西可千万不要忘了啊 出乎她意料的是呢 女孩说她乘错车了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家 看见这女孩子 这个情绪有点激动 这个赵鹏呢赶紧安慰她 询问具体的情况 女孩也说了 说她今年呢 14岁 念初一 但是关于住址和家长的联系方式 她不愿意多说 赵鹏呢 向公交公司报备之后 就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通过耐心的沟通 女孩缓解了紧张的情绪 渐渐地打开了心扉 而且还和赵鹏聊起了她的学习 这等待民警的过程当中啊 女孩担心来不及做作业 她就趴在公交车外的地上写 我说你不要坐地上 地上很冷的 我就把它书包拧在公交车上面 有灯嘛 也有空调 暖和一点 就在上面看书吧 没有灯的情况下 看书的话 对于眼睛不好 伤眼睛的嘛 真是很暖心的举动 那可不 女孩回到车厢之后呢 赵鹏默默地打开了 车厢灯和暖气 让女孩一边做作业 一边等待民警的到来 不过呢 看到警察叔叔的小姑娘 还是很紧张啊 可能是担心这个父母责备 最终呢 在大家的劝导之下呀 小姑娘终于是放下了戒备 说出了父母的联系方式 我应该是做515的 然后上了56了 她可能第一次做错了 有点害怕 她就跟我说 那个司机人特别好 真是特别好 32岁的司机赵鹏说呢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 帮助乘客了 在她看来 安全护送每一位乘客 是她的责任 一辆到站的公交车 变成了一个女孩 温馨的临时小家 感谢好心人的细心 耐心为司机赵鹏点赞 另外呢 我也想对小姑娘说一句啊 坐错了车不要怕 是不是 叔叔这么大的人 也做错过 是吧 我们都是在犯错当中长大的 而且叔叔犯错 是不是没人家这么优秀啊 什么意思 你知道写作业吗 叔叔恐怕就知道 哭和抹大鼻涕吧 像你这么大秀却的样子 在这呢 我们也想说 小姑娘热爱学习的你 也很棒啊 对啊 好 身上我们新闻继续说 近日呢 在湖北武汉 一位公交司机在运营途中 发现一名小偷 正在对乘客的财务下手 没有多想 公交司机一声断贺 为乘客追回了失误 呆 小偷快住手 事发当天 武汉公交六公司 511路司机陈军 驾车行至 和平大道建设十路站 正在上下乘客时 陈军发现 一位戴黑色鸭舌帽的 中年男子 身体紧贴前一位乘客 将手伸进了乘客的 上衣口袋里 随后 陈军迅速拉好手杀 下车追出了十多米 从男子手中 夺回了乘客被偷的手机 说完20号 江苏无锡上空 出现难得奇观 海市渗楼 一列动车从天空中驶过 车身和窗户都清晰可见 窗户因为透光 看上去比较明亮 场面十分震撼 这景象就如同 开往天国的火车呀 说还是江苏的事 22号 长州天宁区 发生4.2级地震 当晚一位65岁阿姨 正在和邻居打麻将 突然感觉地震 迅速丢下麻将 一秒跑出门 同桌的叔叔阿姨们 都当场惊呆啊 平常总说 腰疼胳膊疼 这次打麻将 还因为一只胳膊不舒服 用衣服抱着 地震发生后 阿姨敏捷地伸手 也让自己很意外 要咱说 这就是求生本能的爆发力啊 说近日四川卢州 一男子偷了辆 没油的摩托车 实在舍不得放下 一路推行了10公里 准备去加油 不料却在路上 遇见车主 车主当即报警 男子已被警方抓获 您要是把这 坚持不懈的镜头 放在正事上 干啥都能行啊 说男生的卷子 和女生的卷子 能有多不同 看看河南州口 小张老师分享的视频 他班级女生的卷子 整整齐齐 让人赏心悦目 男生出场 顿时画面塌方 大塑料袋 豪横一拍 各种握成团状的卷子 霸气出场 哎呀 就是不知道 老师检查卷子的时候 还能不能继续 有着霸气的小眼神了 说喜爱钓鱼的韩大伯 最近遇到了一件尴尬事 外出钓鱼 鱼没钓到 反而把自己给挂树上了 秦氏因为甩杆 用力过猛 鱼线钩挂在了 河边的树枝上 韩大伯爬到树上 想把线钩取下 不料脚底一滑 将自己卡在了树叉中间 整个人动弹不得 好在有好心路人帮忙报警 最终在消防员和民警的努力下 韩大伯被顺利解救了下来 这尴尬 你让鱼怎么看呢 清晨的鱼岛 被一艘艘渔船吵醒 经过漫长的休鱼期 又到了收获带鱼的季节 我黑管打倒鱼啊 打上网的 大块来品仓啊 看我们带鱼多好啊 因为我们这里是 黄海跟白海交易 汗水冷 带鱼生长 猪体仓 幼稚鸡 口感好 好吃油沙用 外盖是卖不足确 放在冷库里 还在自己费用 所以我们把带鱼 做成五箱带鱼罐头 让你们擦擦 今天我们走进带鱼罐头原产地 让您看得真真实实 吃得明明白白 原价199元10罐的五箱带鱼罐头 现在199元就能得到20罐 同时厂长再加送10罐 足足30罐让您带回家 每罐只要6块多 不含色素 香精 防腐剂 机会难得 名额有限 请立即拨打秒杀热线 4007102855 首先清洗 清洗完以后 需要在盐水中浸泡一个小时 为的是杀菌去腥 我们的带鱼去头去尾 只留中断 油炸好的带鱼 称重装罐 保证每一罐都足筋足两 再把我们熬制好的油 放到带鱼罐头中 让带鱼更加鲜美 罐头经过真空灭菌 是没有细菌了 这样吃起来更健康 更鲜美 五香带鱼罐头 具有肉质细腻 滋味浓厚等特点 带鱼盖焦饭 带鱼拌面 是老少皆宜的营养佳品 孩子吃了更聪明 老人吃了不发胖 身体好 原价199元10罐的 五香带鱼罐头 现在199元就能得到20罐 厂长再加送10罐 足足30罐让您带回家 每罐只要6块多 机会难得 请立即拨打秒杀热线 4007102855 我替我们村的渔民做主了 你买10罐 我们送10罐 另外今天我再加送10罐给大家 花10罐的钱 就能收到30罐的带鱼罐头 这么多 是的 这样才能表现出我们的诚意 我们的带鱼好 我们才敢这样做 哇 真的是太好吃了 还这么说吧 这种鱼肉能吃到嘴里 没有任何鱼腥的味道 而且一咬 它每一口肉吃都特别嫩 并且特别的紧实 早晚熬个粥 吃上一罐 中午配个米饭 吃得特别香 而且带鱼是深海鱼 对我们身体也特别好 我家小孙女 一天能吃两罐 带鱼罐头确实好吃 鱼子鱼骨特别酥脆 看着电视上鱼鸣挺实在的 我就多买了几箱 花十罐的钱 就能买到三十罐 真实惠 这会儿正好赶上搞活动 我一下子就买了两大箱 原价199元 十罐的五箱带鱼罐头 现在199元就能得到二十罐 厂长再加送十罐 足足三十罐 让您带回家 每罐只要六块多 机会难得 请立即拨打秒杀热线 4007102855 一安宁晚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痛啊 用输筋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西酸痛 输筋建腰丸 广州白鱼山 陈礼记 好 说了一下年终盘点 回望五月鲜花满地 宋歌献给劳动者 劳动者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 编剧了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创造了人类文明 五一劳动节 就是向全世界的劳动者致敬 我们更要致敬的 还有不懈探索太空的航天人 五月开篇是一个 让人欢呼雀跃的好消息 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 五月十五号早晨七时十八分 天问一号着陆季 稳稳地落在了火星 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在落火成功的那一刻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瞬间爆发出热烈掌争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 总设计师张荣桥 在那一刻更是难掩激动心情 留下热泪 这真是十年磨一线 太让人振奋了 全世界目前进行了21次火星探测 只有9次是成功的 这成功率不到50% 但是我们实现了 我们有理由的使劲的骄傲 对天文一号探测器在火星成功着陆呢 是比登月挑战更大更难得的成就啊 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又一次历史性进展 周20号国家航天局发布 祝荣号火星车拍摄的影像 26号祝荣号到达火星表面 30号天舟2号汇运飞船发射成功 与核心舱交接成功 这正是天问落火星 太空迎贵客 祝荣驱车来 踏星传家音 朗诵得好啊 这五月有激动啊 其实也有遗憾 是啊 阳王夜空巨星陨落 五月两位院士相继逝世 让我们沉浸在无比悲痛中 五月二十二号十三时零七分 中国工程院院士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 在长沙逝世 享年九十一岁 袁老一生致力于杂交水道技术的研究 应用与推广 创建超级杂交道技术体系 为我国粮食安全 农业科学发展 世界粮食供给 做出了杰出贡献 从1976年到1987年 中国杂交水道累计增产 一亿吨以上 每年增产的稻谷 可以养活六千多万人 超级到母产七百公斤 八百公斤 九百公斤 一千公斤 和一千一百公斤的 武器目标相继完成 袁隆平团队 一次次刷新了世界纪录 目前近在中国 杂交水道种植面积 就达到了2.5亿亩 产量占比65% 也就是说 我们吃的大部分国产大米 都是元老的杂交水道 道乡振振 感恩私人 一日三餐 当念君 您带着梦的种子 去了远方 却将粮食的种子 创新与奋斗的种子 留给了后来人 如果老一辈 是渐渐暗淡下去的苍蓝 新一辈 就是渐渐苏醒过来的嫩青 我们会和您一样 贪护好那片翻滚的道天 同一天我们又送别了另一位巨星 22号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的吴孟超 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 享年99岁 吴老从医70余年 他先后完成16000多台手术 成功救治了近2万多名患者 他研究出了符合我们中国人体制的 肝脏外科手术技术体系 使我国肝癌手术成功率 从不到50%提高到90%以上 震惊了国际医学界 吴老曾在手术台上 站了整整12个小时 为患者切除长达63厘米的巨大肿瘤 因为长时间手术 他的脚趾已经不能正常病拢 右手的食指更是严重变形 他就像一匹不知疲倦的老马 把病人一个一个的驮过了生命的河 2011年 我国将第17606号小行星 命名为吴孟超星 而星空中 另一颗编号为8117的小行星 是圆龙平星 共和国一天痛失两位院士 而他们将在银河中 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缅怀致敬 他们永远是夜空中最闪亮的星 我们不愿面对离别 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宝贵的 但是意外还是来临 23号甘肃白银山地马拉松 越野赛选手遇难人数 上升到了21人 当时选手们在参加百公里 越野赛高海拔赛段 20公里至31公里处 受突变的极端天气影响 局地出现了冰雹 冻雨 大风灾害性天气 气温骤降 参赛人员出现了身体不适 失温等情况 部分参赛人员失联 比赛当即停止 当地立即组织多方力量 搜救失联人员 天气恶劣 失温致命 所以这次事故也是警钟 提醒各个活动主办方 和参赛选手 在组织和参加这类活动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 各种可能出现的因素 无论挑战什么 都请再慎重一分 天气风云变换 天下无限精彩 27号的晚上 罕见的超级大月亮 和月全时亮相夜空 这月全时 邂逅年度最大 最圆的月亮 会擦出怎样的浪漫火花呢 一般呢 月全时的时候 月亮发红 又被称为是红月亮 巧合的是呢 本次月全时同时 也是今年满月当中 月亮最大的一次 巨无霸的红色月亮 让五月的夜空无比美丽 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 都纷纷拿出了自己的设备 对着天空是咔嚓咔嚓 他们的杰作让朋友圈瞬间被月亮霸平了 这五月考古又有新发现 到29号 六个三星堆祭祀坑 已提取出象牙 青铜器 金器 玉石器等重要文物 五百三十四件 及残破文物碎片近两千件 其中 国宝及文物 同顶尊 贵座人像 首次亮相 惊艳五月 五月承载了振奋激动 悲伤痛心 浪漫和惊艳 那么六月又有哪些剩下的果实 让人记忆犹新呢 请继续关注说听下的年终盘点 好 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吧 哎呀 说这寒潮来了 卖着呼呼声风的步子 又来了 形容得好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 寒潮蓝色预警 从今天白天开始到26号 我国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 将先后出现了大风 气温普遍下降6到10度 其中呢 内蒙古的中西部 华北北部和西部 东北地区的南部 黄淮东部 江南东部 以及贵州东部 湖南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降温12到14度 局地是14度以上 这两天这大降温 刮大风 可是给我动勾呛 尤其是在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这一看手机的天气预报 好家伙 这零下20多度 昨天还下了雪 对 现在就是想爬出 这个温暖的被窝 我觉得是越来越艰难了 别说你了 我都想把这大棉妹 劈在山上来上班了 这明后两天呢 各位更冷啊 咱们辽宁的气温呢 将出现了大跳水了 沈阳 复兴 辽阳 凤城等地 早晨的最低气温 为零下25到零下21度 其中 辅顺本西铁岭地区的 局部降温可达 达到零下32度到零下26度 都快赶上零下40度的末刻了 你就说冷不冷吧 听着都冷啊 而且呢晚上还更冷 今天晚上 全省各地局部降温达到了 10到12度 天寒地冻啊 沈阳地铁出行 发出了温馨通知 今天延时运营 129 10号线 双向末班车的发车时间 都调整到了次日零时 多贴心啊 这紧随寒潮而来的 还有全省各地的偏北大风 这两天呢 大连地区将出现 6到7级的偏北风 阵风有8到10级 大连丹东 葫芦岛附近海域 和航线都将受到影响 上海今天下午也迎来 也将迎来寒潮啊 这波冷空气呢 也将带来8到10度的降温 周六可能会有小雨加雪 或者是小雪 出现持续低温冰冻天气 在这一波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 上海将正式迎来 气象意义上的冬天 冷空气来得挺强 但不是最早的啊 这上海呢 今年有望冲击自1873年 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晚冬天 哎呀 要说呀 这两天东北的天气 确实格外的冷 特别是今天 走在路上 这戴着口罩嘛 我这眼睫毛都上霜了 当然这也怪我 眼睫毛长得太长 当然这不是重点 就在这么嘎嘎冷的天里 有一位到东北上学的浙江小伙 干了一件 我从小就想尝试 但从来没敢干的事 什么事 来看视频 看着没 真是用舌头去舔那铁蓝根 当然这结局 任何一个东北人都猜出来 那就是粘上了 而且比502还结实呢 说这小伙姓张 郑平第一次在东北过冬天 他常听身边的东北同学就说 冬天舔户外的蓝根 那这舌头拿遍来呀 他就不信这个鞋 就想以身试法 结果就出现了上面的场景 最要命的是他还没等同学取热水来救的 他自己把舌头就跟声声拽下来了 真是一条汉 王浩听到这他都跟着疼 这舌头 感同身受我 在这里也提醒初次来东北的各位 一定要多听听东北老铁的金玉良言 那都是生活经验 要不然的话 东北的寒冷分分钟教你重新认识人生 哎呀各位呀 这个来的朋友啊 可千万别虎啊 是 好 身上我们新闻继续吧 说最近呢 沈阳迎来一件大喜事 那就是21号开馆的沈阳博物馆 大家想一想啊 这没到节假日带着孩子去这个看看展览 那多有品味多长见识是不 可不吗 这免费还好看 预约就行啊 现在呢 沈博一层设为了清文化主题展 是有两个沈阳故宫特展 着重展示呢 圣经宫廷宝藏 哎呦喂 闲闲少叙啊 赶紧来瞅一瞅独具特色的 圣博展览吧 中国古代工艺品中 最晚形成的著名品种就是法郎 它大约在13世纪末 由阿拉伯国家传入中国 法郎器是以法郎为材料装饰而制成的器物 沈阳故宫藏青宫法郎器展 共分为四部分 国之典章 高贵陈设 宫中奢华 秘殿尊 临选了沈阳故宫馆藏的不同品类 与用途的青宫法郎器101件 其中多为首次亮相 这些藏品高贵典雅 经营华丽 既有宫廷陈设品及实用器 也有宗教祭祀用品 沈阳这样的展览还比较少 所以就来看一下 我觉得还蛮丰富的 下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文物呢 大家看起来可能感觉稍微有一点陌生 不过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说也是随处可见的 它呢就是清朝乾隆年间的法郎制小冰箱 仔细来看啊 这个小冰箱的四周呢 是这种镂空的金丝孔洞 把冰块放进去 从这种孔洞当中呢 就可以散发出寒气了 那同时它的两侧呢 也有这种金属的提耳 也方便大家把它提到各个方位去 在使用上呢 跟现代的冰箱基本上也是没有差别的 它呢也会给食物保鲜 同时呢也可以冰镇水果 使水果吃起来更加的爽口 那这种法郎制的小冰箱 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 法郎器具的这种制作的精湛技术 同时呢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器物的这种艺术思想 在清代宫廷家具展中 重点文物包括 由于沈阳故宫是收藏清宫家具的主要博物馆之一 所以此次展出的家具大多为清宫原藏文物 我们引进的这些呢多半都是当时皇帝御用的一些清宫家具 因为是清宫造办处制造的嘛 所以它以华丽为主 以当时的等级规格也是比较高的 在展城设计方面 因为该展厅中文物为清宫家具 多以檀木为主 所以采用宫廷兰为背景 衬托出皇家珍宝的精美 记者同号刘超报道 说埃克森美孚公司23号表示 该公司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最大城市 休斯敦附近的一家炼油厂 当天凌晨发生火灾 造成私人受伤 当地警方称 最初报告显示炼油厂内部发生了爆炸 这是一起重大工业事故 说在法国西南部城市图鲁兹 一家公司近期组织了一个杂技团工作坊 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研究表演和杂技的活动 但其实它是为周围地区的贫困儿童 提供的杂技团体验班 并且颇受孩子们的喜爱 说自为亚洲中西部的内陆国家 阿富汗虽然整体降雨量较少 但部分山谷地区依靠降雨和溶雪 其土壤也算比较肥沃 然而过去数十年间受气候变化影响 阿富汗干旱问题日益严峻 眼下面临的旱灾已经持续了两年 给民众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 说刚刚从太空返回的日本亿万富翁 钱泽有作22号在记者会上称 12天的太空旅行太短 希望可以有更多时间体验 钱泽有作这次在国际空间站待了12天 对于一名普通太空游客来说 这已经不短了 但他表示很留恋 希望还能再待一阵子 一安宁晚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风湿 泪风湿 中医叫臂症 风寒湿血藏在关节 激旧成臂 肿胀疼痛 反反复复 治疗风湿 泪风湿 要开阻除臂 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打开关节臂阻 散风寒 除湿壁 除臂 治疼 风湿 泪风湿 老风湿 老骨痛 换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我的腰腿 要做手 输筋建腰 保护 想去哪儿 挺起腰 等抬腿就走 这一旦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输筋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建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互动新主播 热榜我来说 说最近在河南郑州 一位男子接到老妈的电话 说给他呀 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 结果他电话一料 就要听到周围的女同事 特别的祝福 再来听一听 我周末去相亲 然后我旁边那个 女青年也听到了 就开始打击我 一直在唱这个歌 我看到音乐 唱了原来已经 我就跟他录了下来 叮叮叮叮 没人看得上 头发熬也快掉光 还身款蹄膀 别再找对象 找到也得慌 找到也得慌 没希望你想都不要想 哎呀我看网友们的评论挺有意思啊 说是不是你这女同事对你有意思啊 还像什么情呢 考虑一下眼前人吧 不过照我们栏目 反正这些同事我身边的经验 这可能是吃瓜群众们想多了 因为有一种友情就叫怼 实际是怼啊 还没好 还没好 老曼之 咳痰喘 浓痰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 采摘广西大峡谷 以生黄金嫩叶 一公斤浓缩提取 一克黄金油 每一粒都是薄 浓痰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浓痰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老曼之 咳痰痰喘 还咳子呢 浓痰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痰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斤切叶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之 咳痰喘 浓痰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碗 葛红药膏 一斤药 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 葛红药膏 方式骨痛 肿胀痛 哪些人更适合 葛红药膏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 葛红药膏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痛痛 哪些人更适合 葛红药膏 你的方式骨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葛红牌 桂龙药膏 葛红药膏 葛红药膏 一斤药 浓缩二两膏 哪些人更适合 葛红药膏 方式骨痛 肿胀痛 哪些人更适合 葛红药膏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 葛红药膏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痛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葛红牌 桂龙药膏 风湿 内风湿 中医叫臂症 风寒湿血藏在关节 激旧成臂 肿胀疼痛 反反复复 治疗风湿 内风湿 要开阻除臂 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打开关节臂阻 散风寒 除湿臂 除臂 痴痛 风湿 内风湿 老风湿 老骨痛 换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痛啊 用输筋剑腰娃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娃 广州白云山 陈礼介 好了 咱们继续互动话题 大家都来说一说呀 有一关这个回家的故事 来看看我们各位网友的留言 都说是什么了 这位叫做掉进漫威坑的偶偶 说想爷爷奶奶了 每次回家去看爷爷奶奶呀 听他们的叙叙叨叨 这些老故事都觉得特别的暖心 清香逐利跟他有类似的感受 说回家给奶奶送饺子 老奶奶整晚叽叽喳喳 说个没完 他小伙伴的故事 什么邻居最近要来借水卡了 今天上午跟他的好朋友 去新开的超市买金针菇了 给我留了什么小黄仁豆沙包 还问我要不要拿回家 哎呀 就听着特别温暖的感觉 吃了地瓜粥 好甜好糯 吃了老实蛋糕 看照片 家呀永远是安全感 茄子大徐 说真是难得的一个时间点 下班 昨天一起去门口的超市 买了一兜子青菜 回家陪着闺女讲故事 是普通有幸福的一天了 对 和家人亲人一起回家 不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穷小子大魔王 前两天看你一个新闻 山东烟台有一位九十多岁的爷爷 每次买饺子之后 都匆匆地往回家赶 可是这次买完饺子 就静静地坐在店门口 不着急回家 一问才知道 原来之前爷爷的老伴 生病不能动弹 独自在家 爷爷很不放心 所以才每次匆匆忙忙 而最近